一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 什么人这么值钱的 你只管拿银子办事 多问无意 我可不是那种只认钱不认人 杀人越货的强盗 那好 先付你二十万两银票 要你做得干净点 干什么 快 这位好汉 我 我与各位有什么冤仇啊 你们要干什么 咱们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啊 既如此 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咱们交个朋友 不打不相识嘛 今后也好有个互相照应啊 对了 大哥 江湖上的人是最讲义气的对不对 你废话少说 今天放了你对你是没啥了 可是对白花花的银子就结仇了 是吧 怎么说你们是受人所顾 看他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这样吧 就给他个全尸吧 是 天哪 想不到我季晓岚一世英明 竟遭小人陷害落得如此下场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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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辰季晓岚不能尽忠之罪 我先行一步了 慢着 你说你是季晓岚 没错 大丈夫生不改名死不改姓 天下第一才子季云季晓岚 正是在下 久闻先生大名多有得罪 望先生恕罪啊 不爱的 不爱的 多谢好汉不杀之恩哪 在下也是读过书的人 只因连年闹栽荒 才做了这无本的生意啊 大哥 这年头骗子很多 你别让他懵怒你 错不了 我一看这大阴带 就知道他是季晓岚 那我可以走了吗 季先生请 多谢 大哥不能放得倒 我们已经收了订银了 他回去一报关 我们选都完了 等等 怎么 你变卦了 请问先生这荷包从何而来 这荷包 这个 有人相赠 一定是苏姑娘所赠 正是 先生生怀苏姑娘的荷包 一定是他的知鹰好友 请收我等一拜 好汉 你们也认识苏姑娘 我等受过苏姑娘的大恩 一直无能得报 今日又见着荷包了 方才无礼 请先生莫惯 好 知恩图报 道义有道 你们真是一群江湖好汉 如今 兰州外患 朝廷正值佣人之际 我会设法安置你们 从军报国才是正路 多谢季先生成全 多谢季先生成全 好 好 喂 和山 你到底发不发兵 出兵总得有理由 似乘建言八方搜索去救季大人 能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据说民间有抢新郎的习俗 也许季大人 莫非你想幸灾乐祸见死不救吗 什么话 我和某虽然拥有百万雄师 但并不属于我个人所有啊 你 你知道不知道 这大军一栋 啊 这资重粮草 需要很多经费的 哪出钱总不能摊到老百姓的头上吗 钱 我出 你好大的口气啊 你知道大军一栋 需要多少万两百元吗 一百万两总够了吧 你好大的口气啊 你拿得出来吗 我看看拿出来 给你 走发兵 妈 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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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莫愁 这赔本的事咱可不能做啊 先生 季爸你救出来的 这件事慢慢再跟你说 何大人别走 何大人 我已查清 绑架我 继王展望一手策划的 我离开杭州时 方向曾授予秘制 凡设计尖良武蔽之官员 无论官职大小 一律先斩而后奏 何大人 请你立即发兵去抓王展望 你说得容易 王展望岂是那么容易抓到你 什么事能难倒何大人呢 我难得季大人如此太爱何谋啊 何大人 王展望叫住到这儿 王大人 这是要出去啊 去哪儿啊 谁会何谋早来一步 否则来不及给王大人 我已经送行了 怎么 何大人要转多了 尚命差遣身不由己 王大人 委屈你跟何谋走一步吧 我有什么委屈呢 委屈的倒是你何大人 这什么意思啊 何大人到兰州来打路仗 君大人 真是委屈大人啊 若是打水仗 大人必定会更加战功赫赫 满朝文武目目目cling 准起剑锋使舵来 哪个是你何大人的对手 说得好 过去常听人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 其名也来 黄大人 你怎么连这鸟都不如啊 皇上到底是阴影 早就看出你老贼的狼子野心 何大人 我也听说过 贼咬一口 误误三分 何大人把事情做得如此直觉 不留后路 就不怕我在金殿上反咬一口吗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现儿经 你倒成了铁齿铜牙了 你咬 怎么 你牙根痒痒了 你缠肉了你 你咬我什么呀 你凭什么咬我呀 不错 你是给过我一百万两银票 可我当时就还给你 你要跟何某攀亲 你要跟何某攀亲 实话告诉你 就是我娶了你新生的女儿 到时候我还可以大鱼灭亲呢 你 你咬我 你凭什么呀 他凭什么咬我呀 他凭什么咬我呀 谁呀 宿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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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宿嘴 好 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